巴黎奥运女排小组赛第三轮 中国女排逆转欧洲竞旅 塞尔维亚女排 小组赛全胜以投名晋级淘汰赛 接下来就看看比赛的精彩过程 和球员简单评价 博斯连续大力跳发直接得分 6比9落后 蔡冰指导选择暂停 塞尔维亚的状态调动更胜一筹 两队拼发球接连出现失误送分 中国女排经历慢热的开局 逐渐找回节奏 顶住一船 前排进攻配合打出效果 李盈盈和王远远相继扣球得分 追到19平 但关键分还是被发球冲击 出现起伏 首决21比25落败 次局再战 双方你一分 我一分陷入拉锯战 凋零与连续篮网得手 中国女排渐入佳境 攻翔宇表现全面 既有精彩进攻得分 还能发球 眼看即将起势 结果塞尔维亚调整相当及时 实现渡轮紧追不舍 王梦杰后场防守起球相当稳固 李盈盈扣球一锤定音 25-20还以颜色 塞尔维亚到为球的组织 非常高效 主教练频频通过换人保持变化 第三局前半程 他们基本能保持微弱优势 每当破进比分都能寄予回应 中国女排保持耐心打好 每个回合 关键分再度依靠篮防 打出小高潮 实现反超 李盈盈赢着三人强攻得分 拿到局点 吴梦杰遭打折对线 25-22再胜 第四局 中国女排稳扎稳打 保护遗传 给前排进攻更好的得分机会 塞尔维亚同样格外顽强 不断挽救局点延续选念 最后时刻 还是李盈盈站出来对线赛点 29-27 连班三局 大比分3-1逆转 赢三连胜锁定小组 投名晋级淘汰赛阶段 李盈盈28分 扣球47中25 两次篮网加一发球 绝对的顶尖主攻 关键分总是能起到一锤定音 攻翔宇17分 扣球32中15 一发球一篮网 她的状态真就是越来越好 球队需要进攻也能站出来 他们两人毫无疑问是满分表现 王元元11分 扣球15中8 三次篮网 攻防两端 频频打出大心脏的表现 袁新月9分 扣球18中7 两次篮网 没有亮眼的数据 但王口的争夺非常积极 朱婷7分 因为救球是撞到防护板 希望问题不大 球队是非常需要她 吴梦杰5分 替补登场敢打敢拼 态度没有任何问题 期待她能快速成长 未来扛起大旗 凋零宇5分 两次篮网 三次发球 王梦杰防守 一如既往的稳定 看起来 好